然后明天的节目的名字 我已经定好了 就是地花之秀 然后明天这个专场 针对专门的这个人和他的这个机构 我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 明天晚上八点我公布 好吧 是一个大型的节目 OK 看完这个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不爱PK 为什么我不爱跟人家去打什么年度 让人刷礼物 因为我觉得那些全是假的 你如果想割土豪 你如果想让老板消费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 我要给你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说你要在我的榜一 我要给你找一个竞争对手 我会假不假事给你打电话 王哥 我跟你讲 天哪 有人想破坏咱们的感情 有个大哥 他说看不起你 你在他面前兜里那点就是钢笨 说省着你那点钱 框框瞄我榜 现在非要约我回去跟他开什么房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我非常干净 你看看你要不要来给他上一课 大哥一冲动喝酒 啪上线 框框几十万两人互怼 对完以后发现那边是他自己的经济公司 一边土豪的钱 明白吧 有些人是元树凤还 有些连土豪是一起割 最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主播自己收获 盈利 你如果说这件事情 他都是真的有人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有意义 包括两个人打PK打剧本 约的那种局恨不得都是那种 你明白吗 就是如果当年不是有这种什么杀妻夺子之恨的 我觉得可能说不到这种话跟惩罚 你知道吧 整的两个人就是那种一生之敌 结果刷完了 粉丝上的挺好 大哥也上 然后气氛音乐搞的挺那什么 然后挖 挣了几十万 紧接着俩月以后俩人和好了 告诉你 我们这家不打不不相识 我们是哥们 这个我整不了 好吗 因为我太了解了 我做节目做那么多 我一看就知道哪个是结构 哪个是假的 你演的再真 他也是假的 因为他不符合逻辑 明白吧 所以我不喜欢那种 但你如果真的想看 我曾经说过 我人生中跟人撕 不是没撕过 撕过两场 两场的节目都被网友奉为地花之休 明天我撕第三场 好吧 第一场撕 对方就不用说了吧 号称五五开 但我都没对话 人家就 我希望 因为为了明天那场大的地花之秀 准备 所以明天晚上八点 呼朋唤友 不管你住几楼 现在外边可能很凉 但是你相信我 马上跑出去 用你最大的声音 地花之秀 明天晚上八点都来看 喊三声 马上回家 您找不了凉 好吧 或者发个朋友圈通知一下 第二场 第二场 我在之前的那个平台 曾经一个人对抗过一个工会 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对方掏了1400个W 自己买了个买了个教训 第三场 明天 我将以一己之力 对抗一个利益集团 好吧 当然我背后 不是我一个人在站 我会 邀请点我现实中的朋友 我会邀请点其他的 帮我站台的 我会 还有最主要的 我有你们 有你们这些心里面 能够明白事 有正义感 有爱心 然后 符合合影主义价值观的这些观众 好吧 所以喜欢看 就是说 我就想看你私 我就想看你跟人PK 明天看完那一场 你看看 你还喜欢看别人PK吗 没意思 我们不玩假的东西 我们就要真的东西 好吧 我相信 我明天 我要做什么节目 有一些人在房间里 他正在很害怕 因为他知道 不好意思 我确实生气了 好吗 我这人很小气 但我说了 轻易的 我其实无所谓 但是我最怕是什么 我最怕你把我当傻什么 你明白吗 你跟我玩那些小心眼 在我的面前 明天你看我一点一点 把你的皮全部一层一层的扒下来 就光明正大 我永远做事情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只有阳谋 不要搞阴谋诡计 因为太累 阳谋在所有的这些 计谋面前 我觉得绝对是无敌的 就我告诉你 我要怎么做 我告诉你什么 而且我都已经提前通知了我的对手 我要对你做什么 你可以随便想办法 好吗 时间在倒地时 感谢我 好吗 明天晚上八点 地花之秀 感谢我